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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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P-409 Contagious Crystal 金曼 项目等级Keter 特殊收容措施 任何情况下不能与SCP-409有物理接触 任何与SCP-409有过物理接触的物体必须马上隔离 包括转移用材料 SCP-409必须始终保存在花钢岩盒子中 任何转移SCP-409的行为必须在花钢岩容器中完成 所有SCP-409的残渣以及用于转移残渣用的工具 必须密封在花钢岩容器中 描述 SCP-409看起来像一个大的石英水晶 大概高1.5公尺 宽0.6公尺 任何与SCP-409发生接触的物体 在接下来的3小时内会晶体化 这个效果会发生在除了花钢岩的任何材料身上 晶体化效果会以每分钟2.5公分的速度蔓延 内部与表面都会晶体化 被侵染者报告该过程极度疼痛 感觉和冻伤类似 当晶体化全部完成时 物体会在接下来的20分钟产生裂纹且发出嘎吱声 然后突然碎裂为数不尽的碎片 索尔接触到碎片的物体会立即开始晶体化 没有任何已知的方式可以反转它对有机体的效果 包括切除受影响部位 而无机物只会在接触点的几公分范围内晶体化 SCP-409在 被找到 在数英尺深的晶体碎片之下 取回时造成大量员工伤亡 附入409之一 由于5000021D博士的建议 测试对象409D5被暴露于SCP-409的效果下 导致严重晶体化 测试对象使用SCP-500后恢复 完全恢复花费9天时间 被测试者报告被晶体化的部位仍然感觉到疼痛 在使用SCP-500后 经历13天疼痛渐渐消退 期间的4天中无法确定疼痛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因素造成 附入409之二 大量的实验仍然无法得知晶体化是如何发生的 SCP-409和它产生的碎片很难与其他的实因水晶区分 水晶的碎片拥有相同的效果 将一块碎片置于溶液中造成了水晶的增长 SCP-409表现出可以影响所有固体的能力 并且不需要持续接触 为什么只有花钢岩可以免疫 为什么SCP-409与其他的实因晶体如此不同 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这一切都是谜 以上就是SCP-409 这个SCP跟682也有过实验记录 因为在682的影片中讲过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 其实Contagious Crystal 应该要翻译成传染性水晶 不过金曼这个艺名好像还是比较常见 所以我最后还是用了它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名字呢 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其他SCP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